可能悟空刚睡醒的关系 他有起床气 为了防止被悟空鸟语花香 助我身体健康 所以我决定混身结束 不然就重途末路 那这边蹲到三个小可爱 这个场景里面包括 三角函数 正弦定领 勾骨定领 一个都没有使用到 那么这场是来自于国际服的一场巅峰赛 影片上面已经打好角色之间的兑换表 那么我们这边平均排名是284 对上对面的1251 是一个很刺激的分数 那我们继续下去吧 因为我这边对线实力也不差 所以我选择站住这个场 然后先吃这个小鸟 这个小鸟经济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优先抢这个小鸟的情况下 再吃一只并就可以上二级 那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等级差 来打对面一个措手不及 那如果会玩的话 对面就不会出来跟我们打了 他们只会被我们压住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也上到二级了 我们就控制这波兵线 那我觉得他突出来也有可能在吃他自家的野 所以我去反他一下 那看到了 这边一直点他 我等他辅助也来 但是我有个小底章 这边二级人直接一个大失误 回到原点之后才按二级人 只能说这波是二级人空了 但没关系我们的辅助 此时也赶来下路来帮我做一波支援的动作 那我直接往轻顶 然后再一个二级人 再开启狂暴一只狂点 这边即时教出治愈 要不然他应该死掉了 就是这么简单 然后我们这边偷偷吸一下 悟空的经验 虽然他看得到我们在干嘛 但是你不说我不说 他又不当一回事了 那我们这里推完一波线进去 我们也略打不了他 所以我们就果然来下面吃鸟鸟 那吃鸟的投尸 我们看到队友在中部打起来了 那没办法我们就只能立刻去支援 我们有人数上的优势 我们两个过来 这边对面的辅助看起来是迷路咯 不知道自己在玩什么 所以直接跟二级人兽跳 那我们的中路是被大杀四方 没办法我们只能来帮一波补一波线好 对 然后补一波线的同时 我不能再补那波兵 因为我们下落塔真的被打 所以我立刻一个大早赶路 直接来守下落这两只兵 那此时可以看到对面的射手 正在很努力的欺负对面的小野猪 那我是不会这么轻松给他得逞的 因为他拉到这个经济 就变向的 他会更有优势来打我 所以我们就要妨碍他的发育 而且我知道我自己二级人 可以格挡飞行物的情况下 在我有把握的情况下 绝对是可以吃得下那个野猪的 所以他也不敢随意在我面前去乱打那个小野猪 因为很有机会被我抢掉 这样就可以影响他的发育了 那我这边细节换一下解控鞋 因为这边换鞋子不用钱 而且看了一下对面阵容是蛮多控制的 所以换解控鞋是最好的选择 那么来到3分46秒的情况下 我觉得我自己经济不错 然后天气也不错 就上去一打二 因为不锈一点肌肉怎么行了 结果就立刻被制裁了 我也没想到啊 这个阴狠的老六竟然在下草蹲我 但没关系 这个老六立刻迎来了他的制裁 我们的悟空啊 直接拉到他的大棍前来支援 但死的不是他本人是他的辅助 我只能说对面中路实在太坏了 建议多卖几次 这里可以看到阿塔打野直接入侵我们悟空的野区 好凶好凶 而且这边是三个人哦 我方三个人队友都打不过他一个啊 这阿塔好像在玩游乐园一样啊 过山车想飞哪里就飞哪里 我们上路看到这种情况就坐不住了 决定去帮一把 最后终于将这个阿塔给制裁了 看到这里我感觉不太妙啊 要四个人才能打赢一个阿塔 那我后期要怎么玩啊老哥 先不说了 吃个小鸟压压精 那我觉得节奏不是很对 所以我召集了一下队友来吃这波魔龙 那我们四个人都在这里哦 这波魔龙是稳稳的拉下的 而且我们人这么多对面绝对不会 对面的AD看起来有点迷路哦 但是怎么说呢 他直接打破了我的幻想 我是认为他们是不敢来啦 但是对面AD说他很敢 那这边对面残血的情况下 我们就直接来压塔吧 可是我看着对面一个失误 直接往前点我真的受不了了 他很嚣张哦 还不回家 不过对面大魔王又来了 这边有点怕 但没关系 我身为圣守敏捷的 我觉得可以一个一线 直接直接原地复活 看到干干长青 我已经意识到 我不是在玩浦宝游戏了 我是在玩闪关游戏 这是一关关的大魔王 我的游戏总比别人好玩 其实首个塔都要隔着一万八千里 有点可怕 我先用一个二技能挡掉他的鬼魅 他想对我小爱心 但你是老六所以我不信 那这边我们的悟空把对面老六给杀了 只能说他肯定可以追死这个阿塔吧 是阿塔把他追死了 那没关系了 因为我对他也没什么期望 那对面的下落他看起来有点嚣张哦 所以我就往前点紧一下 捶捶他的小胸口 一试一试一下 顺手再吃一个小野猪 证明我是爱护动物协会的 这个时候的我看到上路对面的敌人 直接带线过身哦 所以我直接一个召集 狂暗召集 我一直狂暗召集 因为我觉得我的队友 一定要来跟我才能杀得到他 结果这个中路 在打下吃冰 我不知道他在干嘛 于是我愉悦的点了一下他的头帖 提醒他该洗床了 因为我在上路带线 结果我转个头就发现了 我们中路直接中门大开 那到底是为什么呢 很简单我来带你们看一下 那就是因为我们两个队友有点想睡觉 所以他们直接倒头就睡 那这边情况有点不太妙哦 所以我直接敢去中路 一个大招往前再跟一技能跟上 二技能补伤害 剩下的残局应该是打不了了 所以我直接卖掉这个悟空 因为如果不卖他的话 我要跟着悟空一起睡觉了 可能悟空刚睡醒的关系 他有起床气 而且他发现我们五个人都有梦游的习惯 他试图用鼓励的方式来鼎醒我们的队友 为了防止被悟空鳥羽花香 助我身体健康 所以我决定混身结束 不然就重途末路 那这边蹲到三个小可爱 请注意我这里的操作哦 那么细心的观众 肯定就可以看得出我这波的细节 这个场景里面 包括三角函数 正弦定理 勾股定理 一个都没有使用到 身为一个专业的电机系学生 我觉得我说的很有道理 同时我也是一名观光系的学生 我觉得前面那位同学说的很有道理 另外我也是一个应用日语的学生 我觉得前面两位同学都说的很有道理 吃个红啊 哎呀 全服飙不小心就露出来了 有点小帅啊这个飙 那中路这边看起来要有一场大战哦 结果我们的悟空就率先发烂 直接让对面的夏洛特倒头就醉 我就乘胜追击 直接一个往前二戒人 然后 被对面的打击给爱心死啦 他直接将他的所有爱心全部都给我了 他好像就在唱 不属于我的命运 不要你不离不去 算了不要唱的太好听 我怕唱的太像原唱 他会给我发版权炮 那这样就不太好了 所以我们还是专注在打游戏上面吧 快风一转 我的队友又在那边打架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就非常的好战 我觉得我支援不上了 我先清播中线 以防我们被移搏啊 暂时远离人间烟火 但看起来给我的时间并不多 所以我决定强行带队 慢慢前行到对面家里面 再来一波惊天闹后 首先化身一个长臂圆 开始拉扯距离 狂点狂点 再来一个狂暴 对面直接吓一跳 最后这个阿塔还想霸王一上弓 被我射得只剩骨头 轻轻松松把对面四个人全部拉去睡觉 队友不禁感叹 不断夸 amazing amazing 但我心里只有boring boring 这就是因为 身为荧幕前面的观众们 你们竟然还没有点喜欢还有订阅 让我非常的伤心啊 不过我决定把悲愤化为力量 把气都出在对面的塔上 现在我们四个人 而且还有一定小兵 我觉得我们可以一波 骗你的 对面的 经过一段的多人混战 这么优秀的操作 竟然还要13分钟才可以结束 哦我说错了 大概快14分钟了吧 看来我的时间管理还是不怎么够啊 你们以为要结束了吗 其实还没有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五个人都瞬间化身为了大聪明 五打三 冰线充足的情况下还推不了塔 结果后面被对方找到了一波机会 直接打回来 直接BBQ了 但没关系 各位好像忘记了 这场的主角是谁啊 没错 感谢各位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各位拜拜 Zither Harp